5月6日晚,中国女高音歌唱家,中央歌剧院副院长腰红,带领中央歌剧院一众表演艺术家,登上香港文化中心的舞台,与香港乐团合作,为观众们带来白猫女,红湖赤卫队,卡门,茶花女,图兰朵等中外著名歌剧中的经典唱段。 中央歌剧院也成为国风国运飘香江,这一全新品牌创立后首个来港演出的内地国家级艺术院团。 世界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,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孟华伦,此次一获邀参加演出。 他早前接受香港中通社记者采访时称,中央歌剧院历史悠久,有绝佳的表演场地,演员们也有高超的演出水平。 但回归以来,香港和内地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十分不足,未来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,能与内地顶尖的艺术院团合作。 过去的几十年嘛,先说回归25周年了嘛,今年是26年了,我跟内地团体合作的歌剧就是把国家大卷的赵氏孤儿引来香港了,就是那个也有十年前了。 疫情三年的什么都没合作,希望通过现在再启发,这疫情也过去了,我们可以真真正的再 plan,就是可以,我们计划可以谈得更远,五年啊,十年啊,将后我们的合作都可以。 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游鸿斐今次一随团赴港演出,她认为,疫情后不仅演员需要舞台,观众也需要好的节目。 今次,演员们都带着使命而来,希望让香港观众能了解和感受到中国民族歌剧的魅力。 所以我们是非常满怀希望的,满怀热情的,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出来,我有来过香港,来过很多次,也是一些文化交流,但是我想这一次的这样正式的文化交流,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内地和香港的文化真正的一个叫共荣开始了,这是我特别开心。 演出前,中央歌剧院代表与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代表举行座谈会,探讨两地文化艺术发展的交流合作,如何共荣是艺术家们关注的重点。 回归以来,内地与香港的艺术团体有不少交流,但形式多数都是到不同的城市演出或出席活动,真正的融合却不易。 对此,艺术家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,如和谐原创中国歌剧,组团参加国际演出,合作演艺曲目,合力培养人才等。 内地与香港恢复全面通关以来,香港特区政府官员马不停蹄地赴内地不同省市访问,各式各样的考察团亦陆续启程。 香港国际赛事不断,明星们扎堆举办演唱会。 香港文联会长,立法会议员马峰国认为,目前香港各界都在追时间,文艺界也争分夺秒,近月将引来报复式的互相访问。 我是非常激动,可以说是盼着他们来,已经盼了好几年了,现在我觉得大家会心情都非常着急,希望多做一点,把时间抢回来。 内地的,比如文联很多代表团要来香港,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报复式的一种来访,我们也是报复式的往内地去访问,这个是大家都希望能抢,不光是那个时间要抢,人才也要抢,方方面面都要真的争分脱秒。 而且那个交流就是,刚才我说,不只是那个观察,你带节目来,我带节目去,是希望能够共同合作,一起创作,一起演出。 然后促进两地的那个通过文化艺术的形式,做一个交流之外,也慢慢能够做到一个融合的,我想能够理解的,这样一种状态,这是最理想的。 马峰国认为,内地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往往有更深厚的传承,香港的优势则是连通世界,拥有对外交流的平台。 未来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命题下,双方因创新合作方式发挥各自所长。 据了解,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还将前往香港理工大学举办音乐大师班,并为香港各高校师生带来中外经典歌剧选段的表演。 随后还将赴解放军驻港部队进行对问演出。